最近TECKUP做了重大升级 但是很多新的功能需要Plus版本才可以体验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如何完成购买支付呢 尤其对于大陆的用户 没有海外银行卡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支付宝来完成支付的 接下来我就一步一步的进行这个操作 教大家怎么完成 来吧 我们直接步入正题 我们以苹果手机为例 首先 我们要做好两个准备 第一 要有一个美区的Apple 8 用这个美区的Eat来登录你的Apple Store 来下载TECKUP的应用和完成支付 如何申请美区Apple 8今天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第二 手机里要有支付宝 OK 做好这两个准备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第一步 我们先上支付宝购买一个Apple Store的礼品卡 后面会用这个礼品卡来完成支付 如何购买礼品卡呢 打开支付宝 先在左上角把地区切换到美国 然后任选美国的一个城市 那比如我选择达拉斯 选择完成后 我们把页面往下拉 看到中间有一个轮播图 其中有一个图片是大牌理卡低至9折 OK 就是这个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往下拉 在首页就已经看到Apple Store的入口了 直接点进去就行 如果你在首页没看到 我们就点击更多 然后去到二级页面 再搜索框里搜到Apple Store 搜索结果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点进去 输入金额 这里我输入20美金 因为采国的party个月是19.9美金 输入完成后 点击下方的立即购买 完成支付就可以了 支付完成后 我们再当前页面等待一下 会看到出现了一串礼品卡代码 点击复制就可以了 这样子第一步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步 把礼品卡充持到Apple Store里 我们打开Apple Store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是用美区的Apple 8登录的 进入后 点击右上方的头像 进入后会看到有一个选项 是兑换充持卡或代码 点击进入后 我们把刚才复制的代码 再贬贴到输入框内 点击最下方的按照CodeModem 进入了一等 你会 就会看到充值成功的提醒了 这样子我们的Apple Store里就拥有了20美金了 好了 那么我们进行最后一步 在CodeModem里充值 如果手机还没有CodeModem的话 自行在Apple Store里下载即可 我们打开CodeModem 在最上方点击Get Plus 进入后 点击最下方的Grade完成支付就可以了 到此为止 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步骤 看到我们已经拥有CodePlus版本了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吧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都可以去体验一下Plus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也会持续分享一些好玩实用的工具 来提高大家工作和赚钱的效率 谢谢